我們發現學校圍牆外面有很多垃圾 就是圍牆外面有垃圾 所以比較快去 然後每天上下就看到那個垃圾的地方 不舒服 我們走過去的時候 因為有很多垃圾所以感覺不舒服 就像什麼樣的垃圾啊 有煙蒂 煙盒 飲料杯 還有早餐上的垃圾 而且筆記啊 你們有調查到什麼嗎 垃圾桶 哪裡有垃圾桶 後來你們了解到這問題之後 你們怎麼做啊 我們去圍牆 圍牆那邊 問那個上級的店員 還有一個同學還有附近的店員 我們去外面調查 我們問了上級的店員 還有走過去的路人 他們都說沒有看到垃圾 你們看到是誰丟垃圾 所以 所以我們 觀察之後 經過討論後 我們要改變的是居民丟垃圾的習慣 在居民丟垃圾問題之後啊 你們接下來怎麼做啊 我們先很主要 我們討論了 聽海報 發傳單做告示吧 我們最後決定要畫海報 因為 問里長 然後里長可能 會不在 裡面辦公室裡面 發傳單 如果居民不看的話 被亂丟了 也只會增加垃圾 放告示牌的話 不知道放在哪裡 就算知道要放在哪裡了 可是被破壞 也只會變成大型垃圾 所以你們最後決定的是 我們決定要畫海報 你們會不會有上面這些問題 啊知道貼海報之後 你們接下來做的行事啊 我們每個人先 拿一張小紙花 就是設計海報 然後在那個 個人的那邊 分在同一組 然後 我們就開始畫海報 然後我們畫了三張海報 有三組嗎 對 三組 然後我們就是去詢問 上級的地人 可不可以在那邊貼海報 欸 校長 主任和每一位老師 可以在哪裡貼海報 聽完之後 我們在各自的地方 去各自的地方貼海報 海報貼在哪邊 我們最後把海報貼在上級的門口 和學校的布告欄裡面 學校布告欄裡面 哪裡的布告欄 學校裡面 學校裡面等 好 你們怎麼讓更多人知道你們學家做了什麼事啊 我們有做一個PFP的發表會 我們舉辦了一個發表會呢 去邀請 校長主任和每一位老師 來參加我們的發表會 那你們在發表會上 怎麼跟老師們講的 學家做了什麼事啊 我們做了PPG 然後做過PPG 來教學校長主任 我們學家做 我們周遭的學校也是一樣 所以結果也是很重要的 更重要的是 要學系統他 對 對 我想DMC搶達的是一種感染力 如果大家能嘗試的去團戰 不僅僅從別人身上 更能從我們身上看到 謝謝老師們 將為了我如何把Can I變成IK 我會把這份感動帶給下一個人 我們的報告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